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個極速領域的遊戲 那最近因為很多同學在玩這個遊戲 所以我們也來嘗試一下 但換句話說 有些遊戲同學沒有在玩 你也是會玩 但是要注意我們的身份是學生 所以我也定義啊 我是休閒玩家 不可能一天花很多時間在遊戲上面 你大部分的時間還是要念書 那可以看到這個極速領域 新手有個八日簽到福利 我今天是第六天 所以我可以領這個第六天的登入獎勵 那第七天跟第八天 就要明天登入的時候才可以領 我們進入遊戲畫面 他還有一個七天累計登入有送點券 如果現在是第六天 那在點券進入遊戲之後可以買東西 比如說買科技點來改造自己的賽車 然後我們把該領的領一領啊 然後打叉叉打叉叉 來我們繼續領 反正可以領的就給他領下去 通常是可以換東西 那你現在發現 我看一看下面這些都是有時間限制的裝飾 因為有時間限制呢 我就沒什麼興趣 我對永久的比較有興趣 所以我也常跟同學說啊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真的就是永遠不變 假的就是會變 這樣聽起來呢 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會變 為什麼 因為一等到我們死了之後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變了嗎 所以這玩遊戲也是這樣啊 你要當他是假的啊 假的有什麼用處 就休閒娛樂嘛 這不是真的啊 好我們一樣該領的都領一領 那退換這邊也是一樣啊 你會發現他有的可以換點券 有的可以換這個永久的裝飾品 那我當然是對永久的比較有興趣 可是我換的這些永久的裝飾品 我也不會穿啊 因為我覺得 這賽車遊戲本質是賽車嘛 你賽車改的 如果只有美觀 或者是駕駛的人員穿的很帥 那對賽車本質沒有什麼幫助 那有點像是模特兒 重點不一樣 這邊還有可以領的 像這個就是科技點 這是點數 好我們全部領一領 那我們進入主要頁面呢 我們看一下 最左邊這是一個車隊 但是這個車隊要辣妹加入 我不是辣妹所以把它刪掉 好然後你看下方 最右邊有個小橘子 我們點一下右下方的小女孩的頭像 然後我們發現呢 這裡有一些任務 有主線任務 日常任務 或是我要金幣 或我怎麼樣有點券 那金幣在天賦加成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點券就可以買科技點來改裝自己的賽車 那你如果要車的話 有送或者是要用買的 那我們看到日常任務 我通常這六天就是每天完成這些日常任務 然後我最多可以到拿到這個科技箱 就是倒數第二個目標 所以每天大概要跑十二場 因為我只是休閒玩家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可能也有很多同學或者是網友 花好幾個小時在玩這個 但花好幾個小時聽起來應該是要念書 怎麼會玩這個 好那剛才就是有同學要來配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方的右邊 它有一個車庫 我們所擁有的車子都放在裡面 那這是個賽車遊戲 所以重點就是車子 我們可以看到車子有分等級 SABCD 那第一就是我們新手的賽車 那最好的當然是S車 那急速領域其實是從大陸的手遊 改過來的 所以路板的進度會大概快我們一年多 那你可以發現我駕駛的是剃刀 這是我買的 那買來之後你會發現它下方綠色的部位 會有一個改裝 那你改裝車子之後 可以讓它的性能變得更好 我們技不如人啊 那車庫 剛才說車庫的容錯率會比較高 我們看一下剃刀怎麼改裝 我們可以看到它引擎 引擎這方面啊 你可以發現在引擎發面 我是往左邊改裝 可以增加它的小噴最高速度 跟平跑的最高速度 因為我的技巧沒有很好 有時候會撞牆 那小噴就是噴了就走 它會噴氣 那小噴可以讓我的容錯率高一點 就是撞牆之後的速度會掉下來 那藉由小噴的再提速 所以 練習場裡面有一個雙噴技巧是很基本的 那這邊傳動啊 你可以發現我已經改一滿了 那要改這些 改裝車子你就要這些科技點 那科技點怎麼買呢 就是可以用它的點券 你在每日任務劇情模式可以得到這個點券 然後去買那個禮包 然後就會有這些科技點 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就是有禮包我找一下 我都是買這種小箱的 小盒的改裝科技包啦 然後一次大概都買十個 所以大概花一千元 那你如果運氣好 他這邊有說 你有可能會得到四百點的這個科技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改裝 你會發現到我們在 那這邊也是改到滿 因為你會發現他只有一條線 這也沒什麼好選的 就是把它改到滿 有錢的話就改到滿 那在這邊呢 波輪我是改左邊 你會發現 提升的就是小噴的動力 小噴的時間 小噴的最高速度 所以在跑的時候 因為撞牆啊 速度變慢 就是用小噴來提高 那接下來呢 就是機器 那機器他有三個路線 我是改中間這個 你也可以發現 他也是 對於小噴跟機器 這個速度有幫助 所以這個就是休閒玩家 或新手玩家的一個改法 好壞 接下來看到這個寵物啊 這企鵝宅宅 這個寵物也可以提升你 賽車的性能 不過 當然你去網路上查 有些人會說粉紅企鵝比較好 可是這個要花錢買耶 大概要八千多塊的金幣 那我現在沒錢 我現在主要的錢就是 放在車子的改裝上面 那車子改完呢 這也有個天賦 你可以發現 天賦也可以增加賽車的性能 那初級呢 我已經全部都點滿 好 像財源公股 那我現在二十幾呢 我也有了終極駕照 那我有了金幣就可以來點這個 終極的天賦 看到終極天賦的最右邊有個財源滾滾 你可以發現我要花八百五十塊才能 增多增加百分之一的這個金幣獲取力 那百分之一反過來就是一百倍 換句話說我要賺超過這個八萬五千元的金幣 我才能 真的就是賺的比付出的多了 財源滾滾這邊 你看喔 要八百五十的金幣 然後你花八百五十 他就是每次只能提高百分 多百分之一的錢啊 那我在終極這邊呢 我可能會先把左邊這三個啊 譬如說這個 油門控制高速行駛啊 或是這個精通 這三個左邊這三個先點啊 那財源滾滾這邊可能就 不點了 因為如果 點財源滾滾 要八萬五千塊以上齁 我才是開始有這個賺錢啊 那我左邊三個天幕早就已經點滿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對戰房間 你點入之後可以發現經典模式裡面有 新手初級中級跟高級的三種地圖 那我現在是二十級又考到了中級的駕照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點初級的地圖是可以選取 可是我如果要點新手地圖 那畫面就顯示我進不去啦 所以我現在中級 我只能跑初級跟中級的地圖 我沒有辦法跑新手的地圖 也沒有要 也沒有辦法跑高級的地圖 那我呢 因為是休閒玩家 我才玩六天 我打算我就停在中級這邊就好了 就是 反正我之後就 也不用去考這個高級駕照 我們再回到天賦那邊 你可以發現 當我考過中級駕照 我天賦這邊就可以點 可是我高級那邊就不能點 那我之前在跑的時候就發現 有一些等級比較高的玩家來跟我一起跑 可是他的天賦點數比我高 所以他賽車的性能比我好 那我現在中級之後 我可以去跑一下 那就是更前面一級的賽道 就是我 我我我雖然中 如果我不跑這東西 這往前去跑 這樣就有一個天賦的優勢 因為這個遊戲齁 你的金幣必須要 完成比賽 就是過終點線才有金幣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劇情 劇情模式 你可以發現在劇情模式這邊 你可以賺到點數 那點數就可以去買箱子 箱子裡面就有科技點 科技點就可以改造 有這樣的因果關係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訓練 那在訓練這邊 訓練模式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駕照 那我現在已經有終極駕照 所以我的天賦就可以點 點終極的 那我以後就是去跑初級的地圖吧 那接下來這邊錄影跟挑戰 你在這邊可以看到你之前 這個跑賽道的成績 還可以重播那個畫面 那你如果覺得 有幾個比賽你覺得還不錯 想要挑戰 右邊也有一個影子挑戰 可以訓練你對賽道的熟悉度 那點右上角 我剛才就是把不錯的影片保存下來 他就會跑到這個保存錄影這邊 要方便你練習 那接下來這個技巧教學也很重要 尤其是雙噴喔 同學這個要練一練 那像我的話 我吸WW噴都是噴不出來啊 我只能用這個WCW 有時候就是變成廁所噴 但是就是 就這兩個 接下來我們來看比賽道的焦點 你可以看右下角的觀看路 這時候就會有小橘子 就是這個小女孩 她會示範一下 她會一直超級成功的 雙噴然後 斷尾飄魚 然後雙噴然後是娃娃娃 就是用不出來的 好接下來就玩的是 我們來揮揮揮飄魚 雙噴或CW噴 那有沒有看到 她下面會出現她的技術 那 當這些技術可以累積起來 就會變化 現在呢 我們就用錄影回播的方式 來這個實況 可以演算實況 來轉播一下 我跟同學比賽的情況 然後 你可以發現你在 錄影傳播的時候 你按 左邊好 左上角那個 不同的人物欸 你可以切換不同的視角 這FYPS是我 那你可以發現現在 哇 這個 其他同學的視角 這個 哇 這個同學 車頭方向沒有控制好 這個毛病我也會有 那你可以發現 我現在是第三名 那我是指引入第三名 看外出的 不過我先告訴大家 結果就是 欸 所以 現在這個視角還還不是我嗎 我是第一名 的 第一名這個不是同學 這是路人甲 那你發現我用的範圍飄 也有一個W CW 我前面也說到我 CWW它 繼續的時間比較長 可是 我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所以 你可以發現 我在這邊 在這邊 WCW 再切換為同學的視角 好像 走下面 會發現 這個速度變慢 所以 在這邊 這張地圖 是選擇上面會 比較好 然後 現在一個 路彎 這個角度很不錯 但是 就是 可能 可能 飄移的時候 實際要提前 這個 有時候 要靠近面 像我現在才玩第六天而已 所以 我面對自己的缺點 發現缺點是 解決問題的地方 我知道 我會太有 慢轉 我就會故意提早轉 你會發現 我現在就 走旁邊 可是 這邊也沒處理好 我應該 早點去 碰這個加速道 欸 好 你可以發現 我現在第二名 第二名 那 可是 你看 右上角 我的紀錄 我已經算 不錯 至少 跟自己 所以我覺得 休閒玩家 其實我們只要可以 完成比賽 頂得到 金幣 就 算是 不錯 好 現在是另外一場 比賽 也是跟同學一起玩 這 六位裡面有一位是同學 大部分是錄的 你可以發現 我剛才也沒有處理好 撞牆 撞牆的時候 你會失去動力 也沒有辦法再小噴 這時候 你知道 人 失敗為成功之母 剛才沒轉好 這裡就有轉好 拉 所以 你可以發現 我是用WCW噴 哇 其實你可以發現 網友轉的都比我好 就是 本來我在前面要轉一個 他們 又跑到我身邊來了 他們也是很厲害 你可以發現 那剛才 那個過往面過好 那這邊有個進道 我發現 我的進道還 還是不太會走 一直進 所以我還是選擇 繞最遠的路 可是我發現 真的是很差 所以 可能 有空要練習一下進道 這邊又是一個 法夾彎之後 你可以發現 我為了 我怕衝太快 我剛才 沒有使用 WCW噴 現在看到 前方的 哇 沒有處理好 你看 是六天的新手 彩鳥 我最嘗試要走進道 撞個 Y798 哇 失控 失控 現在 轉過去之後 又用一個 小噴 好 再用一個小噴 好 CW噴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的CWW 第二個小噴 這個用不出來 所以 算了 我選休閒王將 好 一個動位雙噴之後 我剛才的 發行 軌跡還在 這可以當做一個參考 當軌跡出現的時候 就表示 欸 你可以 根據剛才的情況 再去決定 要早一點還是晚一點 有沒有 我現在 就 跟著 地上那個軌跡 飄移的軌跡 好 所以理論上 第二次應該可以做得比第一次好 所以你看剛才那邊我有撞牆 可是第二次 我看到撞牆的鬼 其實就知道要提早飄了 這邊又是一個 轉彎 啊 你看 這次我飄就比較靠近內彎了 就沒有像 唉唷 像第一次就直接去撞牆 所以像同學可以去看一下小橘子的影片 所以不管是打電動 嘖 其實就算打電動是休閒 但其實也是要學習啊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 你要樂於學習 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學習 你看像這進到 我這次 就不敢 還是 就是 穩穩的來 反正可以拿到金幣就不錯啦 哇 現在後面有沒有人呢 我現在 動位雙噴之後 快到快到快到了 好 好 好 那我們到之後 反正 自己跟自己比 不要跟別人比 我們可以拿到金幣就不錯了 我們現在也是 可以趕快跟上來 那現在這個頒獎儀式 有很多老玩家會直接 直接跳掉 好 那我會看一下 主要就是看說 跟我一起跑的這些人 他的等級 你可以發現有些人等級 還有三十幾級了 我的天 那可見他的天賦 或者是 其他賽車的爭議 比如說寵物 這些爭議都比我好 好